今天呢要去商场取东西 然后因为这个商场有明创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明创在加拿大那多少钱呢 因为明创在国内是10块钱10块钱的吧 我记得mini走 看看这边是多少钱 现在还差几分钟商场才开门 然后因为今天起得很早 家里有没有早餐 我们先去找一点吃的东西 早餐在这边 最近健身结果好吧 退后算了 爬都爬不动了一点 上来了上来了 累死我了 去看一下mini坐在这边 这个今天有没有什么好东西 然后顺便来做一下价格堆比 大厂 空无一人 这标价就已经不止10块钱了呀 还要加税呢 好贵呀 也不是贵呀 其实想想可以理解 来看看最近有没有什么可以逃回去的东西 给各位网友推荐这个东西 这个可以放那个卡片吗 我的卡片 我自己已经买了一个回去 超方便 不过这些报价都已经不是国内的10块的报价了 要这些钱 比如说7块钱再乘以1.13的 是我们这边的13%的水 你们的这么多东西 不容易啊 20块钱30块钱的都有 哎呦 这个是什么呀 好可爱呀 摩托付 消风 这个是防水的 放水 放手机的 放一下我的吃的 这个还挺方便的呀 因为我好吧 会想要带着手机去洗澡 就是一边洗澡一边刷手机 嗯 我的叫黑熊呢 还是白熊呢 这个是6块钱 6块钱的话 嗯 就是 再乘以1.13的税 嗯 来个这个 可以的 今天还是有淘个东西回去的 继续走 其实真的算上来看 但是价格还是便宜的 是放羊刷的 7块钱 因为毕竟加拿大这边很多东西都挺贵的 哎呀 不敢怎么说啊 能创能开到加拿大 真的是可喜可贺的呀 至少价格上面还算是良心 上皮鞋 这是我最需要的 但是不知道多少钱呢 没有洗 有可能是3块钱 也有可能是1块5 嗯 基本 样子都是跟国内一样 就是价格 目前来讲的话 可能价格还是国内会便宜 好了 这些就是这一次的小视频了 下次有好玩的我再录了 拜拜